剛剛我們看過圓環的問題 我是用一個實際的數字 就要更好把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畢竟大家對數字比較有感覺 對符號比較沒有什麼樣 沒有感覺 但是現在我想要換成一個廣義的符號 叫做X 而且我想要進一步去討論 如果X小於小於R 你把這個小孩距離環心處不遠處放手 他到底會做什麼運動呢 做高中生最不容易聽到的四個字 叫什麼呢 叫做簡協運動 我們進一步想要算出 它的周期到底是多少 來我們先看一次題目 他說這個質量是大M 半徑是R的圓環 跟中央軸上距離圓心X的地方 這個小M的外圓力到底是多少 如果X小小於R 這個小M到底做什麼運動 這個周期到底是多少 好怎麼做呢 來一樣我畫了一個3D的圖 假設這裡有圓環 距離中心X的地方 這裡有個小M 它們之間的力到底是多少 那我說過這個力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X平方分之GMM 前面呢我說過 你不能說老師圓環算直心 前面我舉過一個反例 你算直心這個答案其實怎麼樣 其實答案不會對 物體一定有直心 但是不一定能夠視為直點 外圓力定律的公式 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其他都不能夠用 像它是一個圓環 它不是點也不是球也不是球殼 怎麼辦呢 那麥犀環不要害怕 各位四行算完 很簡單四行算完 好怎麼算 假設我這邊切一小塊 這一小塊對它的力叫做Delta F 第一行我們要算的力 就是把所有小小的力加起來就是答案了 各位我們完成四分之一的工作 那接下來呢 你發現如果你這邊切一塊 對它的力叫Delta F 在它的對面也取一塊 這個力對它也叫Delta F 你發現這個藍色的Delta F 跟紅色的Delta F 它們剛好牽持分量抵消 所以只有水平力才是有效力 所以假設這個角度叫Theta 我只要算怎麼樣 我只要算每一個小小力的水平分量就可以了 各位我只要算每一個小小力的水平分量就可以了 好那既然我已經切成一小塊 可以當做直點來算 那這個距離多少呢 各位這裡R這裡X 所以斜邊叫做X平方加R平方開根號 這是斜邊 這裡R這裡X必試定理 所以這個距離就是X平方加R平方開根號 所以我現在可以帶1有引力定律的公式 叫做X平方加R平方開根號的平方 距離平方分之G Delta M乘上M 這是力 因為你已經切成一小塊 所以你就可以帶1有引力定律的公式 好 Cosin Theta叫什麼呢 各位在這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這裡是Theta Cosin叫做斜邊分之0邊 所以Cosin叫做根號 X平方加R平方分之X 這是Cosin叫做 各位我們已經完成四分之三的工作了 好最後一行 各位你把所有的Delta M加起來 各位把所有的Delta M加起來 答案大M 所以你整理一下 答案就變成是X平方加R平方 開根號的三次方 因為這裡有一個平方 這裡有一次方 所以三次方分之G M乘上X OK解完 各位我們剛剛解的這個距離是根號8R 那是一個數字 那是一個特例 那以廣義的符號來看的話 這個力就會變成這樣 那不會很難算 四行解決 第一行把所有的小小力加起來 第二行你只要把每一個小小力的水平分量加起來 第三行把小小力帶進去 因為你已經切成直點 所以可以帶1有引力定律的公式 再把Cosin帶進去 好那Sigma呢 再加Delta M加起來 答案就變成這樣 很簡單嘛 不會很難算 四行解決 那我們想要進一步來討論一件事 如果X小小於R呢 各位如果X小小於R呢 那如果X很小的話 各位你相加的可以怎麼樣 可以忽略掉 好為什麼呢 好假設你有100億新台幣 你這個路上撿到1塊 好我想呢可能看到1塊 嗯這個髒髒的把它丟掉 好各位假設你有100億 這個有一塊對你來講可能怎麼樣 可能就沒有感覺嘛 你一個很大的數加一個很小的數 各位這很小的數忽略 這個100億加上1 R就算100億就好了啦 這個忽略 好但是這個乘不能忽略啊 各位如果你只有一塊錢而已 那你一塊錢沒了 這一塊錢變0 哇那你就破產了 這個一塊錢變0這差很多啊 你跟一個很大的數字相加減 這個很小的可以忽略 但是乘除不能忽略 你這個1這個變0 欸那就沒了啊 好所以這個可以忽略 好這忽略我們把它近似乘 R平方開根號 再三次方 R三方分之GMm乘上X 各位這個大R是圓環的半徑 這是常數 常數常數常數 欸常數欸 各位這一大頭都是常數 叫KX 欸F等於KX 欸我說過 減邪運動的定義啊 很多人學到最後連定義都不會 各位我說過 大家都說物理觀念很重要 可是我偏偏就要說 定義比觀念很重要 更重要 這F等於KX 馬上可以說一句話 哇哦 減邪運動啊 各位如果X小小R 好你放在環心處 各位你可以稍微感覺一下 稍微感覺一下 如果這個物體不要放太遠 好它會怎麼樣 它會被圓環吸過來 那過頭以後被吸回去 好衝過頭以後吸回來 來回運動 它會做怎麼樣 它會做減邪運動 所以距離不要太遠的話 它確實會做怎麼樣 做減邪運動 這順便幫大家複習一下 克服一下減邪運動的恐懼感 減邪運動的週期叫什麼呢 減邪運動的週期叫2π 跟到K分之m 那我們前面有講過 木塊在水面上的震盪 小角度的單擺 U型管中液體的震盪 它都會做怎麼樣 做減邪運動 我們後面還會再看到 一個減邪運動的例子 2π跟到K分之m K是什麼呢 各位K就是這一坨比例常數 K就是這一坨比例常數 你把它帶進來 小明消掉 答案2π跟號 居然分子r三方 OK 解完 所以這個題目呢 即考你怎麼樣 即考你我們類似講的 積分的概念 積分的概念 你切成很多很多塊去算 牛頓的萬能定律 只能用在點球球殼 順便也考大家怎麼樣 考大家減邪運動 也幫大家複習一下減邪運動 減邪運動的基本定義 減邪運動的週期 所以這個題目呢 很重要 那等一下呢 講以上一定要自己算一次 一定要自己算一次 好 那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 那可能會有東西的話 請留著